好,主席,请交通部范次长 请范长次 范围好 次长,辛苦你 谢谢 我想这个您现在的业务侠下是三铁 三铁 三铁不是运动的三铁 铁路,高铁,还有铁工 那么事实上,这个部分也是在交通部 或未来交通级建设部 可以说是最需要来做一些upgrade 或者说最需要把它的效能提升的地方 那么今天本席也在联席会当中 司法法制及交通委员会联席会当中提案 那么这个提案就对于台湾铁路管理局的这个组织法 这个法源 以及将来在花东北回的这营运上面 要如何的来提升效能 来对于这个法律提案之外 也对于将来铁路管理局的营运来做建言 那么本席当然还是先从这个提案的这个方向 来跟次长来讨教一下 那么事实上整个这个组织法在当时 第99年1月12号的时候 那么行政院组织法通过 那么交通及建设部 那么它的这个新的这个组织法 在本届第八届第二会期当中 那么也是一样在联席会的这个会议里面 那么有一个附带节育 那么这附带节育表示 那么等到交通及建设部的组织法 那么通过修正之后 那么台湾铁路管理局 因为当时是在这个 这个所谓的这个组织法的 这个交通部的组织法里面的 这个附属事业机构里面 第26之一条里面的这个法源 但是这个法源 在新的交通及建设部里面 已经删除没有这一条了 那么本习因此今天的提案 首先啊 这个开 这个这个这个 整个这个提案的这个主要的这个这个目的啊 当然就是要将交通及建设部的 台湾铁路管理局的法源啊 把它赋予在这新的这组织法里面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按照上一次的附带决议 那么应该是要在交通及建设部组织法通过之后 那么呢 就啊 必须要把这个原来的这个铁路管理局啊 应该要把它证明成为交通及建设部 台湾铁路管理局 那么现在当然整个组织法在协商过程 那么本习要在这里郑重的在向次长请教啊 是不是说这个附带决议 在不管是这个会期的任何一个时间 或者甚至于如果延后的话 在下会局 在交通及建设部的组织法通过的时候 那么是不是我们啊 除了本习的提案之外 那么本来的附带决议的这一项 也是顺利的要这样来做 是不是 呃是这样没有错 没有错 我们已经把相关的条文送到行政院去了 是 已经相关条文有送过去了 是是是 好 也就是说 一旦交通及建设部的组织法通过之后 台湾铁路管理局 它就会新的这个交通及建设部的组织法里面 啊 它会啊 因应其他的这个相关的附属事业 附属单位及事业机构 好 那么把它证明为交通及建设部 台湾铁路管理局这样的一个名称 是是 好 那么我想啊 因为在媒体啊 本席在这里强调 在媒体也不断的在提到啦 说因为整个立法院的这个组织法的这个法案在修正过程啊 稍显冗长啦 你看99年啊 这个1月份就已经把行政组织法三度通过了 到现在各侠下的这个部会到现在没过 那因此呢 就会绕的啊 每一个部会的组织法过 啊就在这个组织法里面啊 找寻他附属机构来来证明来来修正他的这个正式修法以后的名称 那么本席在这里提的当然是一体适用 那么而且啊这个啊 兼并可行的一个制度化 也就是说能够啊 除了啊这个台湾铁路管理局之外 其他的啊这个所有的这个啊 附属的这个啊机构啊 也一并的把它修正好不好 这样也不要再浪费一些啊 所所谓的这个细微的文字修正的提案嘛 是是是 好 那么接下来啊 本席当然就是比较关心的是 到底啊 哦 这个花莲站 要设特等站 当然也是在组织法里面 今天早上 虽然说本席跟萧美琴萧伟都提了 但是本席要提醒次长哦 本席的这一个提案啊 事实上 他是对于整体性的考量 以及建立制度化 对于台湾铁路管理局未来 哦 早上严官严委员也在这里 也提了 他希望乌日站也升为特等站 他现在他 据他告诉我 好像现在是二等二级站了 二级站 那他认为高铁等等的这一个营运之后 可能会影响到台铁乌日站的业务量 那他是预期是正面的会去影响 所以他认为说 也有修正成为特等站的必要 当然现在是二级站啊 那可能 先中间还有一级站的 他希望升到头等站 他希望升成一级站 就是头等站嘛 不过我刚刚早上联署他的提案 他是他会升到特等站的写法 那没有关系 本席强调 本席的提案 是希望能够在 江中级建设部未来 江中级建设部的台湾铁路管理局的 组织法里面 设各个 这个等级的 这个站次 但是呢 不要因为啊 头痛而来依头 脚痛而来依脚 如果现在我们提 乌日站身为特等站 其他的站身为特等站 那改天 是不是 每次预意到站要修法 那因此呢 本席还是坚持 赶快把这个 这个所谓的站次的这一些 这个各级的这些组织法 修订成为啊 这个车站的设置标准啊 由台湾铁路管理局另定之 但是重点就来了 那如果是另定之的话 本席在这里强调 花莲站 目前为止是 为二 全国 每年营收超过十亿元的站 早上赖斯堡委员 在席间他一讲 他说台铁局的营运啊 我也承认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 他说年营亏那么多钱 但是我还帮你们讲话 我说花莲站啊 事实上是为二的 现在全国台北站跟花莲站 年收入超过十亿的站 而且呢 每天的营收啊 大概是三百七十四万 那么 乘客大概有一万三千多人 是吧 怎么可能台铁的营运啊 又要马而肥又要马而壮 又要马而不吃草 这个特等站的要求 本席也在上个会期 就已经要求了 那到现在为止 不见人影 你不能一味的就推给这组织法 而且组织法本席所提的 不但有整体的台湾铁路管理局 的组织法的法源 事实上也有把这附属的 台湾铁路局的这个分等的 这个站次的 这一个来做修订 那么所以啊 本席在这里要要求次长 您有没有把握 什么时候能够将花铁站 升为特等站 是现在因为是在程序走嘛 那基本上我们台铁 事实上都很乐观其成啊 是 特别是花铁站 确实是我们现在另外一个 东部的应用的重点 对 那事实上在过去这段时间呢 在整个的修法的程序上 我们其实是在快马加鞭在做 是 所以才刚才跟委员报告 我们已经把这个 整个的朝延已经送到行政院去 是 那大概这几天我们还是有跟行政院这方面联络了 是 那最主要是上位的这个 部会的这个主改的部分 还没有通过 所以我们这部分 呃就是说希望能够迎头赶上了 那如果 志长 如果说 刚刚你也同意本席的说法 那本席的提案 事实上 比较兼容并序 那么也相辅相成 不但主改 在里面 那么 把法员 台湾提务管理局的法员 以及 他其他的这个 赞赐的这个 啊这个 呃 的分门别类 哦 那么是不是啊 应该要 赶快啊 以本席的这个法案为主 但是呢 啊在 以这个组织法修正的同时啊 是不是啊 也赶紧让花莲在特等站 如果说啊 还没有办法在组织法修定过之前 是不是他的人员 其实他的资源 应该要赶快增加 否则你又要人家赚那么多钱 啊 花莲站 他啊 负担着台铁 那么多的 营运的利润 那但是呢 以现在一级站 是99个人的鞭次 那么 如果将来身为特等站 最多可以到140人 那 是不是 市长 我们应该要急速的来考量这个问题 我想跟委员报告两点 第一个就是这个 呃 这个修法的内容 基本上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弹性 是 尽量授权台铁 他来依据各种不同的这个 呃 我们讲的指标 没错 来做车站的升等或降等 是 也有降等的 这个机制 所以本席的提案应该是优先被考量 是 基本上我想我们尊重委员的意见 是 那 呃 萧委员的这个提案 其实也有他的优点 对 不过我想 我们通盘考量了 没错 再 呃 再跟这个 员里面来做报告 如果啊 如果啊 这个组织法能够顺利通过 但最好了 是 如果没有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对于花莲站 就现有的营运 已经是台铁里面 绩效 前两名了 是是 那资源是不是应该要增加 简单报告 呃 现在大概差三四十个人 三十个 今年的这个特考这个人员差不多已经快报道 什么时候会报道 我们大概最近都在报道了 是 我们想 呃 新政员到位以后呢 呃 我们尽可能替这个花莲站 增加一些人员 是 特别是行车安全这一部分 是 也就是说 不管是 啊 这个形势上或实质上啦 是不是把花莲 升为特等站 这是 克不容缓 我想 市长你应该有把握吧 是 我会加速来办理 好 那么最后啊 本期还是要强调 我想 杜 这个 处长也站在旁边 花莲一票难求的问题啊 本期 这个跟特等站是一样重要的议题啊 那么 现在 新的请协式列车也都 慢慢的都已经上线了 当然目前还有一大批还没 还没交车还没上线 是不是在今年的农历年啊 到来之前 赶快 我会再跟杜处长这边 再跟他请议 赶快把该加班的加班 哦 那么该正常营运的班是正常营运 总而言之啊 一票难求 一定要赶快给他解决 否则的话 空有花莲那么好的一个 铁路的营运的绩效 但是呢 花莲人所受到的这铁路的服务啊 还没有到达这样的一个 高层的服务 高级的服务 我想这个 春节之前啊 我们现在新到位的之前 金鞋式列车 基本上全部要投入营运 所以应该一票难求 有机会解决 是是是 那我们也期待